我一生善良 自问这辈子没做过坏事 可是人间疾苦 我一样没落下 试问苍天 为何如此待我 既然世人说我是药 那我便索性 从此 就是药 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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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给我杀 Eh 小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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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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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是 我们走 王爷 今天我们先住在这里吧 终于找到你了 原来你现在的名字 叫顾救药 救药 以前 我没有好好珍惜你 从今以后 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一点点伤害 那是不是我想要什么 王爷都能给呢 小财迷也 你又想要什么呀 怎么 在王爷眼里 我就是贪财之人吗 好吧 说吧 你想要什么 这可是你说的 嗯 我想要 一百只萤火虫 这又何难 王爷 你找我干嘛 看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神神秘秘的 你亲自打开 好美啊 好美啊 九妖 怎么了王爷 好美啊 九妖 九妖 怎么了王爷 好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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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 永生永世少无比 还没找到吗 喂王爷 三王和顾九妖 像人间蒸发一样 我们怎么找都找不到 你这个废物 你 王爷 何必为了一个妖女 大动肝火呢 我 敢在本王眼皮子底下抢亲 王爷 走吧 去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 好 云开那年的盛夏 你握住她 软轻几束花 九妖 你说 我们俩一直这样走下去 会不会走到了白头啊 你看你的头发 都被雪染白了 像个老头 你不也一样 像个老太太 像童叶无极的神话 是你让山泉冰雪都融化 那是王爷吗 好像是王爷 王爷回来了 随便出来 王爷回来了 这就是王爷 飞行心思抢卫的王妃啊 真好看啊 是不是 什么 你要去顾九妖为王妃 什么 你要去顾九妖为王妃 是的 父皇 顾九妖救过儿臣的性命 你和老九 这件事情闹得满城风雨 丢人现眼啊 老九呢 参见父皇 三哥呀 这是犯了什么错了 怎么又跪啊 你也给我跪下 不知父皇叫儿臣来 所为何事 少跟我撑没用的犊子 你俩因为一个女人闹成这样 我的老脸都被你们丢尽了 父皇 是三哥不要九妖在先 顾丞相 亲自将顾九妖许配给儿臣的 那还不是你从中作岗 那也是因为你 跑了 不要吵了 烦死了 都滚出去 是 我还以为 再也见不到三哥了呢 知道九弟想念 所以 无论如何也不能死啊 哼 那九弟希望三哥 可以一直 这么好呢 有九妖在本王身边 运气 自然不会差 好 好 高一点 再高一点 要有知情 我跟你说话你听不懂吗 你这个死丫头 死丫头给我跪好了 不可以点教训是不行了 我今天要打死你 顾九妖你要干什么 长公主让你教我礼 没让你打我 顾九妖要干什么 我代表的就是长公主 你竟敢这样对我 好你个贱婢 长公主身份尊贵 岂能是你代替的了的 顾九妖 你给我住手 别人尽我一尺 我尽别人一仗 别人打我的 我一分不少的打回去 哎呀 要反了要反了 九妖 住手 怎么还在生气啊 好了别生气了 你说你惹谁不好 非要招惹她 那可是咱当朝长公主 我的长姐 你招惹她 能有好果子吃吗 不是 是姜嬷嬷 她总欺负我 这段时间就先委屈你了 等我长姐起笑了 我就给你名分 可怜此生放 千人家 我已经吃的苦 比这多得多 这算什么呀 我先去忙了 王姐 莫有生九妖七 臣弟愿意替她受罚 好啊 你愿意替她受罚是吧 长公主 不错了 九妖 傻子 最近 总有人偷吃主子的糕点 你们都给我注意了啊 好 千万别被我 你在干什么 这是王府 岂能容你一个小小丫鬟 在这放肆 你听什么打我 第一巴掌 是我还给你的 第二巴掌嘛 我这个人有强迫症 喜欢对称 怎么 你不死啊 你敢打我 我就打你了 九妖姐 你别这样 让开 我还怕她不成 公九妖你不要太嚣张 我就这么嚣张 你有什么不满吗 长公主 她打我 我只是正当防卫版了 你真的是太不像话了 唉 我也没招惹她 怎么就揪着我不放呢 把她关进牢房 不认错 就不给饭吃 黄姐 你怎么来了 黄姐 这该罚也罚了 该打也打了 就饶过她 就饶过她一次吧 你是被她灌了什么迷魂套吗 请这么护着她 是啊表哥 你看她都嚣张成什么样了 啊 黄姐 太医说 她有喜了 来 九妖 快坐 让黄姐看看 不错 王爷 王爷 你刚刚和长公主 说了些什么啊 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 你想知道啊 就不告诉你 你 你吓到我了 好不好啊 这个好 这个适合你 王爷 怎么了王爷 怎么了 怎么了 oo oi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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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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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妖 你醒了 王妃 那些东西都是什么 是巫族 他们长期以来 一直和我们国家发生战乱 最近又开始不老实了 王妃 你没事吧 九妖 你不用起来 本王没事 那就好 王妃 等我病好了以后 我就轻薄你 我看见时光折射出的花 一转身你还在云里等啊 悄悄兑现那年雪下 痛也无际的生花 我看见时光折射出的花 我看见时光折射出的花 我看见时光折射出的花